要把工作表全部轉成工作部 其實理論上並不太複雜 並不太困難 理論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總共13個班級 那當然你要記 就是給其他各班的導師的時候 你不可能給這個檔 一定是分割之後的個別的檔 所以我們的需求就是假班 存一個檔 那其實存檔的話 以前的做法可能要按右鍵 這邊有個移動或複製 然後你要怎麼樣呢 把它移動到一個新的活業部 新活業部的話 然後按個確定 這邊要建立副本 如果你沒有建立副本 它就把假班變成獨立一個活業部了 那原來的假班就不見了 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活業部 那你在做另存新檔 存到那個目錄裡面 然後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所以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迴圈 那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其實動作呢 就是我現在做的 只是說我們用VBA的方法來表示 那怎麼做 裡面當然我們可能接下來就會用到 前面都是Shit 物件 然後工作表 接下來會用到Wordbook的物件 Wordbook指的就是工作簿 工作簿指的就是Excel的檔案 一個檔案就是一個工作簿 或者叫活業簿 活業簿或工作簿 OK好 那做法上面的話 你可能要再學會幾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雲端上程式碼都有啦 那我這邊都已經整理好了 所以你只要找得到 反正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但是千萬不要只是複製貼上 回去最好還是自己再做過一遍 當然不用死背啦 可是盡可能要理解 那裡面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 將在這一段 Sub 批次將工作表存成工作簿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先要寫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 我需要有個清單 那這個其實就跟剛剛那個 用清單來排序那個部分一樣 就是我的來源是在這裡 因為我等一下要一個一個一個的 去把它存出去 所以我需要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可以從清單裡面去抓 所以第一個 我需要有一個清單 那for i 等於第二 它一定清單在第二列到第十四列 Next OK 那 x 的話 指的是我要先抓第一個名 這個好像跟剛剛一樣 Move 就是說我們頂多是Move 不過底下的話不是Move 底下我們是用Copy OK 那Copy哪一個 我先抓第一個 也許我用那個名稱裡面的話 假設我第一個是跟班 那我就把第一個的名稱 我乾脆切到這邊來好了 將就是把那個 跟班先抓過來 x 那序值X 點Copy 特別漂亮喔 Copy有幾種寫法 一個如果你Copy的話 後面如果沒有加 Before或 After的話 它實際上就等同我們剛剛做的按右鍵 移動或複製有沒有 新工作部的意思 新工作部的意思 特別注意喔 但是如果你後面假如有 Before或 After的話 它會幫你複製到哪一個的前面 比如說 Before 第一個的話它就會幫你把這個假班有沒有 複製一個叫假班刮弧 好像叫刮弧一吧 類似像這樣 就是有點像 如果我是這個工作部裡面的建立副本 然後我放在假班的前面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會假班惡出現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Copy後面有一個 就是 Before Before冒號等於 然後假班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它放在假班的 App 跟這樣以班的前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Copy後面 沒有加 Before或 After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等同是開一個新的活業部 ok 特別注意喔 那並且建立副本 Copy的意思 Copy的話 那這個時候它當然怎麼樣呢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假班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假班獨立出來了 但是原來的假班在不在呢 原來的假班還在 如果你沒有打勾建立副本的話 原來的假班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意思就是說我們增加了一個這一個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 ok 所以我怎麼樣另存新檔 後面的程式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是先Copy對不對 Copy哪一個 Copy跟班的 然後再來喔 特別注意喔 你因為你Copy了一個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 Walkbook 那那個新的Walkbook 就是我們所謂的Active Active就是你把它存一個 它就彈到最前面去的嘛 所以那個就是我現在要就是跟班的 那個活業部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叫什麼 Safe 特別說它有Safe S 跟Safe Copy S 那我是建議啦 你這個地方用Safe Copy S 會比較ok 因為之前我有用過Safe S 也可以存檔 但是好像出了一點狀況 我有點忘記喔 後來我把它改成Safe Copy S 不過呢在Close的時候呢 這邊加一個False 意思是說我存過去之後 我這個就不存檔了 意思是說我把它Call過去啦 那原來這個檔 我就捨棄掉了 那跟存檔是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記得我好像有用過 用那個Safe S 那Close的話 好像就是存檔吧 反正這個地方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這個有一個Safe Copy S 就是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目錄裡面 這個目錄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先手動的方式 待會會用 就是建一個 那這個地方按右鍵 編輯位置 請你把這個路径複製下來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路径裡面 這個路径指的就是 我要call到這裡面 然後呢 特別注意 檔名就是叫X 比如說跟班好了 後面一定要加副檔名 請注意 有一個關鍵點 這個目錄的後面 請你最後面 一定要記得 多加一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 如果你不加的話 它會call到哪裡呢 它會call到桌面上 它不會call到VBA這個目錄裡面 這個反斜線指的是跟目錄 意思就是說我要call到VBA這個目錄裡面 如果你沒有這個反斜線 它會call到DiskTab桌面上面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跟目錄 如果不然你們可以等一下試試看 如果你沒加的話 跟加差在哪裡 最後記得 檔名 這個是檔名 這個是副檔名 指的就是我存成 我們Excel的 預設的那個副檔名 XLSX 最後的話呢 關閉 但是不存檔 跑完之後呢 再切回到假斑 那前後 我又加了一個什麼 Screen Updating 你想說Screen Updating 前面有講過 其實道理很簡單 讓它不閃動的意思 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做完之後 執行給各位看 那這樣執行的話 它會講 一個存一個存一個存 一直存 但是因為 它就是會一直閃 其實這樣感覺 效果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在前後 加上一個Application 有沒有 Updating 這個前面我講過了 把它怎麼樣 不要讓它閃動 OK 第一個 那存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成功 全部存完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在VBA裡面 就有這些東西了 那把它刪掉 我Stay More一下 如果你沒有加根目錄 會怎麼樣 直接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它一樣在存 你Screen Updating 它不會閃動 但是底下那邊 因為會增加 所以它還是會閃一下 閃一下 那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加 這個後面根目錄 有沒有 它變成在外面了 OK 請特別注意 差一個斜線差很多 如果你發現 奇怪 為什麼我的東西都跑到外面呢 道理很簡單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樣子就好了 意思就是 請你幫我存在 那個路徑的 跟目錄底下 OK 好 那存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這個把它刪除 不過 理論上應該是放在這裡面 VBA 那可是接下來 不過你會發現 它不只是會加一個名稱 它還會加一個VBA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少加這個 這個 根目錄的話 它除了會怎麼樣 不放到裡面 它放桌面 而且還把VBA當成什麼 檔名 OK 那就會有問題 好 第一個 所以你特別注意 把它存進去 然後讓它可以執行 跑跑跑跑 所以你會發現 裡面 一個檔一個檔 自動就幫我跑進來了 其實感覺還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 有一堆的工作表 你要全部通通變成 工作部的話 其實沒幾行 但是關鍵在這裡 OK 不要錯就好 可是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是每一次我都要這麼麻煩 我要複製一下那個路徑 然後貼過來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可以不要這樣 因為通常比較好的方法 是按下去 會有一個視窗讓我選目錄 我只要有個目錄 我選一下就好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可是你必須要付出代價 就是你要把那個東西寫出來 把那個東西寫出來的話 其實當然需要多寫一點東西 再等一下再看 那在講這個之前 順便再講 就同學在接下來問說 老師 那可是我摳過來 可是我每次都要手動把它刪除 這樣感覺很不方便 有沒有什麼方式 當我輸出之後 我可以輸出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刪除掉 如果說可以摳過去 另外又可以順便幫我刪掉的話 那這樣子更棒 OK 所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我今天可以摳過去之後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刪掉 其實也很簡單 底下有一個刪除檔案 刪除檔案在VBA裡面怎麼刪 其實非常簡單 不過你可能需要多學一個回圈 就是Do While Loop 那這個跟For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個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要刪除的檔案數量 有的時候是不確定的 我不知道說 比如說剛剛我們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14列 這個是可以知道的 預先知道的 可是檔案數量不知道的話 那我在跑圍圈 我就不知道說 從哪一個跑到哪一個 有一個起根器 所以如果沒有起根器的話 那我勢必就是會 可能會需要到Do While 後面這個東西的話 後面的接的並不是範圍 而是一個邏輯 所謂的邏輯就是什麼 如果這個邏輯微觸的時候 那我就進到回圈 反之那我就跳離回圈 所以會進到回圈的 這個地方並不是一直累積 一個就要2到14 一直跑2到14跑完就結束 而是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當有找到檔案的時候 那我才去刪檔 可是如果我已經找不到檔案了 那我要不要刪 就不要刪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敘述意思是說 有沒有找到檔案 如果他有找到檔案的話 就把它刪掉 那如果沒有找到 那怎麼去找檔案 特別重要 可能你要學第二個 就是說有一個函數 VPA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DIR DIR的話 這個函數主要就是你給他一個入境 還有就是他的副檔名 他會自動幫你去這個入境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這些檔案存在 就是這種副檔名的檔案 如果有他會告訴你他的檔名叫什麼 那視頻你就會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也許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 把那個批示將工作表 轉成為工作部這一段程式 先試試看好了 實際上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頂多 我是把這個裡面的開頭跟結束 加那個Application裡面的Screen Updating 因為你如果不要讓它一直閃的話 那這個部分請 我跟你講前面有講過 請各位自己再加一下 那另外頂多 可能就是說因為這個有轉檔 那轉檔的數量如果多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再加一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的那個 就是那個Press Bar 就是那個到底進展到狀態 轉檔 第幾個 不過這個都額外再加了 基本上先把那個轉存的部分 先試試看